这个世界没有神 自然街就是现实的一切 没有东西是非物质 人是没有神志和思想的 因为所有东西都是物质 我们只有脑袋和神经细胞 其实人是没有自由意志的 你觉得你有自由选择 其实是错觉来的 欢迎大家收看逢星期二播放的 《知己知彼分真假》 我是梁伟刚全道 我们一起从护教学的角度 去回应异端、其他宗教和世界观 《无神论》其实也不是一个新的概念 早在主前的五世纪 已经有古希腊的哲学家 否认任何信仰 说到这个世界没有神、没有来生 直到近年 在这个后现代主义的气氛下 今天新的一代 特别是西方社会 很多人都说没有任何信仰 而《无神论》就好像成为了社会的主流文化 不如让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下 《无神论》的世界观 藉着一个图表 很清楚的和基督教信仰的对比 说到宇宙的起源和设计 《无神论》者相信所有东西都是一个随机的意外 包括生命都是从无到有 然后进化而来的 相反基督徒当然相信有神的创造 说到客观的道德规范 《无神论》是没有的 而基督徒 《神不变》的属性就成为我们客观的道德规范 这样我们才能知道什么为之爱 什么为之善行和恶行 《无神论》者相信人只有身体 所有东西都是物质来的 人死如灯灭 没有来生的 所以不需要为今生所做的任何东西 你都是负责任 相反 基督徒相信人是有一个看得到的身体 和一个看不到的灵魂 身体暂时的 灵魂却传到永恒 将来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 其实上年《信不信由你》这个系列 有很多集我们已经分享过 《无神论》 如何不能够合理解释很多 我们生命经历到的事情 包括宇宙的起源 智能设计 客观的道德规范等等 但今天 很想我们将焦点放在人的意识和思维上 对于无神论者来说 所有东西都是物质 所以只有自然界是存在的 人的意识和人的思维 都是一些自然定律带来的因果关系 究竟这样相信 是不是合理呢 相反 基督徒相信 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做 我们有灵魂的 我们有自由意志来选择的 我想我们所有人都能够经历到 人是有自由选择的 你刚才是自由选择的 按这条短片来看 没有任何人逼你的 也都没有任何自然定律 驱使你敢做 是不是 而我 和大家说的 我也都在用我的自由选择 因为唯有这样 我才能够选择 一些我觉得是正确的知识 和大家分享 透过言语 透过逻辑 来传递这些知识 我们就要问 究竟哪一个世界观 最能够解释 人所经历到的自由选择呢 无神论者 却相信自由意志 只是一个错觉而已 因为整个宇宙都只有物质 所以人就只有物质的脑袋 物质的大脑活动 是没有非物质的思考 也没有非物质的神智 更加没有自由意志 如果真的这样的话 我们所有的思想 是靠什么主导 就是靠物质决定论来是主导 Physical Determinism 意思就是靠自然的定律 而自然定律 是千篇一律的 每一次都是一样的 你有某个的因 就带来某个的果 就是如果我跌一样东西 那我跌一百次 地心吸力都是使它同样的跌 不会第一百零一次呢 它有自由意志 是决定向打横这样来移动的 那如果人的所有思维 都是好像一个因果关系的机器一样 那所有我们想的东西 所有我们说的东西都没有意思的 因为都是靠自然定律来是主导的 我们也不能够分辨什么是对 什么是不对 因为所有东西都不受我们控制的 我们所有的思维 都是我们脑神经细胞的活动 完全不受我们控制的 著名的护教学者C.S. Lewis 曾经在他的著作这样讲 又很概括和大家分享 他说如果这个世界没有神 那就是没有人设计我的脑袋 要来去想东西 那就是说我脑袋那些原子 atoms 只不过是一些物理啊 化学作用 令到他们排序排到这样 那又给我一些感觉 我就叫那些做思考了 哇如果真的这样的话 那我怎么能够相信 我想着的东西是真实的呢 他说好像你倒些奶 那倒完出来呢 你就期待一幅看得明白的地图 没可能啊 他说如果我连我的思考都不能够相信 那我就当然不能够相信那些理据 令到我去相信无神论了 他结论是什么 他说除非我相信这个世界有一位神 我就不能够相信我自己的思考了 包括令到我去觉得无神论是真实这个概念 无神论者很多时都崇尚 自由思想 觉得他们不被任何宗教来都是规范 但问题就是无神论的世界观根本就没有自由意志的存在 值得思考的就是多地在现实当中拿走神 那这个世界就有很多事情我们都解释不到的 如果人真的没有自由意志的话 那我们就不能够推理了 那我们就不能够推理了 不可以强迫的 所以没有自由就是不能够爱 而我们也都不能够定罪任何的恶行 因为为什么行恶的人 但是可以说不关我事的 因为我都没有自由意志来都是犯法 我犯法都是因为自然定律带来的因果关系 使得我行恶而已 那么究竟以上所说的是不是合理 亦都是不是符合你跟我每一天经历得到的呢 弟兄姊妹 亲爱的朋友 你知道吗 你现在在一刻都用着你的自由选择 来衡量着究竟我说的东西是对还是不对 你同意还是不同意 单单这一个理念 也都需要自由意志才有可能的 最后用一节的经文来完结 留意神创造人的时候是怎样创造的 创世纪二章七节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泥土做人 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 他就成为了有灵的活人 名叫亚当 原来人不单止有一个看得到一个物质的身体 更加有一个看不到的灵魂 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 这个就解释到人的神智和思想 Mind和思想是不受自然定律的因果关系来取决的 这个也都很合理的来解释得到 为什么你和我每一天都能够借助我们的自由意志 去做不同的选择 多谢大家收看 如果一条短片帮到你 请你按like和更多人分享 我们又欢迎你友善地留言 分享你不同的看法 不过说到尾 友善与否都取决于你的自由选择 记得按这里去订阅以斯拉的YouTube频道 敲响个钟 或者按这里去看信不信由你 和知己知彼分真假的任何一集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愿神慈福各位 感谢观看